生命开了扫罗一个大玩笑 让他从台北回到部落 接下原本该是父亲的村长工作 而70年次的他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村长 从刚开始的不了解 到如今扫罗已经是东元部落的一村之主 让我们一起看这位青春洋溢的村长 如何写下他的村长日记 星期天晚上7点半 与您一同感受部落的心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